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继续介绍美食第一神剧《孤独的美食家》第十季第十一集 这天武郎来到了千叶县旭市 他已经好久没来这边了 上一次住在渔港附近还是十年前 所以今天他想回去前吃点海鲜 路边都是年代比较久远的店铺 他希望这样的街景能一直保留下去 他一路走到了旭市政府 找到计划政策课 说他和中田小姐约了十五点见面 中田小姐忙出来迎接 两个人交换了名片 原来旭市政府明年三月份将开办一家画廊 让市民充分自由地享受本地文化活动 画廊的内饰和布局等设计工作就交给五郎负责 中田小姐问他们要怎样配合五郎工作 五郎说要先了解画廊的理念和目标人群 他才能提出具体方案 中田小姐说那请您问吧 我没有特别介意的事情 之后双方展开沟通 中田说孩子的手工作品 大学生的美术作品 还有老人的油画都会在画廊展出 希望更多人了解叙事的美好 还指着资料说叙事有很多好吃的 蛤蜊大草莓大米还有蘑菇 说他还想设置一个区域来卖这些特产 五郎说那不就是展销会了吗 中田小姐说他一个人也没什么经验 说请大家都来参与一下 提提各自的建议 然后就跑去招呼大家对画廊提意见 然后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朝五郎走来 五郎吓一跳 心说黑车会也是叙事特产吗 终于经过一场超长会谈 五郎才脱身而出 累得都快虚脱了 突然他接到中田小姐的电话 对五郎表示感谢 说他不是想把画廊打造成农商直锹店 但叙事的猪肉产量位居日本第二 他很想让五郎知道叙事养猪业非常繁荣 这姑娘做事可真是认真 五郎也才知道叙事盛产猪肉 结果想到猪肉 他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马上 于是他匆忙下楼去找好吃的 但这姿势神态怎么看着像江洋大盗啊 他本来想吃海鲜的 但是经中田小姐这么一说 他必须得尝尝这里的猪肉了 他甩开大长腿一路找猪 突然看到一家餐馆 是披萨外卖 又看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 但不是餐馆 他一路走了老远也没发现饭馆 正在肚子骂他废物时 他看到一个爬满爬山虎的房子 爬山虎中间挂着个饭馆的招牌 名字竟然是维京 他感觉里面是不是坐着一窝海盗啊 而且门口也没有菜单招牌 不知道是什么菜系 他心里没底 但这附近没有其他饭馆了 所以他心一横走了进去 店里有两位客人正在和老板聊天 老板让五郎随便坐 因为店里一个吃饭的客人也没有 这是个很有历史感的饭馆 老板给他递上菜单和餐具 五郎打开菜单 一眼就看到了各种猪肉 有各种做法的后切里脊 那个咖喱炸猪排感觉也不错 但他决定还是吃后切里脊 此时有个老大爷接了个电话 说他回去吃饭了 五郎很奇怪 这里不就是饭馆吗 而五郎开始决定吃蒜香的 还是芥末的 最后他还是点了盐芥末的猪里脊 要米饭套餐 拿着老板突然说抱歉 说今天没有喂葱汤 五郎表示可以接受 此时另一位客人说他去喂狗 也走掉了 原来他们只是附近的邻居来聊天的 五郎打量店里的装饰品 每一样都很古旧 让人有种怀念的感觉 夜幕降临 终于有两位客人来吃饭 说找到这里真不容易 此时老板给五郎端来了一碗汤 五郎说不是没有喂葱汤吗 老板说但是有蘑菇浓汤 五郎心说这老板跟我开玩笑呢吧 那碗蘑菇浓汤看上去确实够浓郁 蘑菇等食材隐约其中 还有小面貌块 看起来味道很不错 他赶紧说了声我要开动了 用勺子舀了一勺蘑菇浓汤品尝 味道果然很浓也很香 蘑菇很大块 嚼起来很鲜嫩 他一口口不停喝着嚼着 吃的有滋有味的 他太爱这个蘑菇浓汤了 他就像一台吸汤机器 自从拿起勺子就一刻没停过 很快这碗汤就被他喝光了 此时老板正在后厨忙碌着 这后厨杂乱又随意 老板将后切里脊放到盘子里 就给五郎端了上去 五郎看到那块里脊后 整个人都惊住了 这块里脊可也太厚了吧 比麻将牌还厚 上面还有一长条粗粗的芥末 旁边还放着一叠盐 老板说不够咸就撒点盐 那一大块里脊油汪汪的 可见肉的质地相当紧实 五郎迫不及待的超级刀叉 切下一块里脊肉 和上面的超多芥末一起 送进嘴里大嚼起来 一嚼之下顿时把它香坏了 每一口都香味爆棚 每一口都油脂乱窜 芥末穿插其中 不断挑起刺激的口感 这里脊肉的味道真是绝了 五郎吃的满脸寒春 立刻又切下一大块 先咬掉两边的部分 两边的油脂太香了 再一口吞掉中间部位 芥末的辛辣 把它刺激的满脸眉毛乱跳 接下来他又切下一长条 那横结面肉感十足 他一口松进嘴里 贪婪咀嚼 感觉这个芥末的味道并不冲 可能是被猪肉的香甜中和了 因为太好吃了 冷落了他心爱的白米饭 他赶紧咬了两勺米饭吃 安抚米饭的情绪 他一块块的切肉 一口口的吃进嘴里 这个过程让他的快乐 一直保持在顶点 吃了半天肉 他夹起里面的麻油拌牛棒 吃了一口 口感清脆 味道很棒 将盘子里的塔塔酱 产到蔬菜上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佳 香浓包裹着清脆 是如此奇妙的感觉 接着他将柠檬挤到里脊肉上 切下一长条 两口吃进嘴里 口感增加了酸甜感 有效去除了油脂的味道 让肉的味道更加鲜美纯粹 此时旁边两位女顾客的套餐 也上桌了 女顾客也被那后切里脊肉震撼了 老板说 这块里脊有三百克呢 怎么感觉这一季里的女士 都好能吃呢 比武郎毫不逊色 两位女顾客说 他们是从茂园专程赶来吃这个的 老板忙感谢二位远道而来 而此时 武郎正在猪肉的山口上撒盐 接着切下一块来品尝 盐引出了猪肉的甜味 口感不错 他赶紧配了两口米饭 猪肉配米饭 是最香最般配的组合了 他将猪肉切成块 在其中一块上加盐加柠檬 盐和柠檬的组合很奇妙 武郎感觉这个里脊肉 怎么吃都好吃 女顾客说 这里的猪肉做的太好吃了 老板很高兴的表示感谢 两位女顾客吃得很开心 而武郎继续挤柠檬撒盐 然后美美的大嚼 时不时配两口甜丝丝的米饭 这块猪里脊 让他吃出了一番新天地 终于他夹起了最后一块猪里脊 蘸了蘸盐 依依不舍地送他上路 没想到在这个青藤眼映的餐馆里 能吃到这么美味的盐芥末厚切猪里脊 吃完擦擦嘴 一口干掉茶水 说了声多谢款待 这顿饭总算还差点意思 于是他抄起菜单又点了个奶昔 是鸡蛋做的 老板说他从50年前就开始用鸡蛋摇奶昔了 将冰块鸡蛋和奶倒进金属杯子里 盖上盖子使劲摇 就跟摇骰子似的 手法非常飘逸 很快这一杯奶昔就摇好了 颜色非常漂亮 五郎用吸管喝了一口 那味道真的太让人怀念了 简直就是可以吸的布丁 五郎很得意这杯奶昔 吃完后老板出来相送 让他回去路上小心 然后就目送五郎远去 五郎都走出老远了 一回头见老板还在 五郎心想 这是多么温柔的一个老板呢 之后原著漫画作者九著书 也来这个爬满爬山火的老店探店 首先上来的是生食蔬菜 里面有一大块土豆泥沙拉 是咖喱味的 九著书吃了一口咖喱味的土豆泥沙拉 感觉很下饭 接着伙计端上了威士忌苏打水 九著书喝了一口 冰冰凉的非常爽 然后就是一道诱人的 薄切猪里脊配蔬菜 这个看上去就好吃 冒着热气 香味弥漫 虽然是薄切 但是肉也很厚 九著书吃了一口 味道真香啊 叙事的猪肉果然美味 而且里面有很多蘑菇 老板说叙事种蘑菇的人很多 接下来是一道很浓的蘑菇汤 九著书喝了一大口 确实非常鲜 九著书鲜得很开心 本集中 不起眼儿 却能一鸣惊人 这样才叫真本领 外表低调 但内在非凡 这样才叫有内涵 趋境通幽 更显别有洞天 华而不识 终究烟消云散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顿白下次见 有猴